看著現在的民進黨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民進黨自己緊張了 可是我們看著國民黨裡面 幾個大佬這樣子 大家現在就說這爭來爭去 再爭下去的結果 會不會就變成韓國瑜所講的 這些大佬又跳出來 分成兩部分來看 第一個來談 就是說民進黨當下的處境 民進黨現在是屬於這種 非常困難 而且是屬於需要危機處理的 一個政黨 歷史上譬如說毛澤東這個人 他也是這種 他的群眾 然後理念型的一秀 所以理念型領袖 也是一種非常的特殊 在台灣來講的話 陳水扁也搞過台獨 假台獨 但那也是一種理念 但是看到就是說 這個馬英九來講的話 就比較屬於理念 因為他是等於說 對中華民國的這個理念追求 他非常不妥協的 馬英九有這種特性 然後蔡英文就比較搞不清楚 是怎麼回事 這個柯P也搞不清楚 但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裡面現在目前 以魅力掛帥的 目前看到的台灣兩大領袖 第一個就是柯P 第二個就是韓國瑜 這兩個都是非常強的 魅力四射 目前來講 韓國瑜是全台灣第一名 對不對 韓國瑜來講比較圓融 可是我們這樣反過來看 鄭文燦來講的話 他在桃園就是藍綠通吃 他跟藍軍的議員 都比對國民黨還要好 所以他是屬於這種分配型 他很敢給 像陳菊也是很敢給 分配 他們搞分配的 可是這個東西你看到沒有 柯P就是通通不分配 然後還自以為得益 就搞得敵人滿天飛 所以柯P直接對群眾有魅力 但對中間的幹部 太系 像要把他打仗的人 那就沒有了 所以他通通都脫敵了中間層 這是直銷型的 他直接魅力 直接對待群眾上面來了 韓國瑜目前來講的話 他比較好 因為他有國民黨 所以他在照顧國民黨的黨團 他在照顧國民黨的一些同事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現在只有 有魅力試射的只有韓國瑜一個人 韓國瑜將來面對 就是柯文哲的挑戰 然後蔡英文 這三腳都 這種情況之下 韓國瑜如果不出來的話 韓國瑜這麼強的魅力 不出來服務整個國民黨的話 那就會變成另外第二期的 可能朱立人出來了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卡朱跟卡韓 還有挺王 種種的複雜因素 在裡面交錯的情況之下 等一下李永平又要罵我了 我說這個東西就是 贏贏 把他輸輸掉 有贏的機會 全台灣人不贊成我的人 就是李永平不贊成我 我不敢反對他 其他我提不話提不話 我今天這樣講 因為我們是老戰友 老同事 然後當然我要講就是說 國民黨今天如果 不把這個局處理好的話 那就是剛剛提到的 會整個好局變成個爛局 爛局就變成柯P講了一句話 就是猴子爬到樹上 就看到屁股紅 原來國民黨跟以前一樣 還是個爛國民黨 永平 看著人前冷暖 自己心知肚明 可是韓國瑜現在在這時候 有的台商就已經開始要 在公車上面貼招牌 有的人想要選立委的時候 就希望說有一個強的母雞 能夠出現 會不會真的三四個月後 就像惠文說的 有些變數 那個時候可能就有些事情 要決定了 其實政壇冷暖什麼意思 就是你很多人跟他不相干的 也在利用他打知名度 你說現在很多拱他的 這些人是真的拱嗎 這些人也只是為了自己 要出來選舉或者是 或者是刷存在感 所以我的意思說 政治本來就是這樣 我如果不能夠 徹底的覺悟政壇冷暖的人 不要碰這個 真的 怕熱不要進廚房 剛才惠文講那個話 像我是 你看他一直秀那個照片 我個人感受很深很深 我也不好在這邊跟大家講 可是就是這樣 這就是政治 可是為什麼還很多人 願意投入 因為說實在的 還是我認識很多人 真的很想做好一些事 對不對 你別的不說 韓國瑜拼的這個樣子 他今天做的事不好嗎 當你站在那個位置上 你才有辦法做到 他今天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我認為 整個狀況要回到初中 回到就是說 韓國瑜跟國民黨的問題 我覺得就像很多人在討論的 政治其實沒那麼複雜 本來對於一個政黨來講 我真的相信我的信念 我真的相信我的路線 我真的相信我們這個團體上來 對國家人民更好的時候 那我當然要推出最強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 那只是說現在的這個 大家認定在此刻的民調 認定最強的人 他跟他原本的承諾 還有他個人的想法如何 這個是今天所有這個問題 大家在這邊糾結的 我想是這個問題 你說國民黨內 在此刻整個台灣的氛圍 我們剛才也給大家上一個階段 看了那個對照組 原本宏集一時的賴清德 現在跑到台南街頭 變成一個古新增 好像戚風苦雨 無人聞聞那種感覺 甚至人物心裡不知道嗎 其實韓國瑜 聰明弱韓國瑜 難道他不會想到說 我今天還留在這個高峰 我能夠幾個月 這個彗星般的起來 我有沒有可能很快的消退 他不知道說很多東西 你等到時機一過就沒有了嗎 所以我認為 國民黨這一局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甚至連316的補選 都還沒有過 我認為現在的政治時程來講 316是一個里程碑 就316的結果 你得把它當觀察戰 當觀察戰 就是一個觀察點 然後316之後 整個國民黨才會陸續的 去公布後面的騎乘 這個公布後面的騎乘出來 我覺得大家才有辦法 對於決定的分歧比較了解 我說實在話 我跟韓國瑜我今天真的講 我跟他一點也不熟 我想他可能如果真的見面 他會跟我打招呼的話 可能只是在電視上見過 我跟他一點沒有熟 也絕對沒有任何交情 也沒有說什麼 我也沒有認為怎麼樣 但是我對韓國瑜 單純從他選舉期間這些表現 我對他有一個信心 我認為他這個人比較磊落 是一個我們講的 比較男子漢型的 他不會扭捏作態 也就是說他如果真的覺得 他可以選2020 我不認為他會等徵招 他會出來做第一次的 你說要做他就會直接講要做了 對 因為他不是馬英九 大家想想看那時候馬英九 真的嗎 馬英九個性是 大家想想看那個時候 馬英九弄一個台北市長 說實在那時候我還年紀比較小 這個突出社會 他在環球 我看的都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這樣這個大家勸進來勸進去 勸進來勸進去 搞了什麼200多次不選 有沒有 然後弄得 我真的那時候 我跟你說 大家現在這個時空都過了 現在如果再來一眼那一出 大家會覺得有多難看 拚命去給他連署 跑到他家門口 去跟他跪球幹什麼 輝文我知道 你代表很多韓粉行聲 你比較土牌 不要搞這一套 真的 很難看的 不可以搞這一套 不要那個什麼去跪球哭 為什麼的不要 真的太做作了 現在大家不要 因為我們不要忘了 我們還有科P 是一個對手 我真的覺得 韓國瑜是一個拿得起 放得下的血性男兒 要選就出來 好好的對高雄市民進行的報告 永平說的 這個韓國瑜做事情 他是直接說要做什麼 他就會去做 科P做事情 可是是一個行動派的 但科P現在正是準備要訪美 西部的行程沒公布 但是好像聽說 有些東西已經被取消掉了 有人說 蔡英偉已經派的人先到美國 把你科P某些東西先給卡掉 但同樣的 會不會到時候 韓國瑜要去美國的時候 有些東西也被蔡英文給弄掉 現在蔡英文他語情收集兩大重點 一南一北 北是柯文哲 南是韓國瑜 韓國瑜新馬之行 好 相關情治單位 你派人追隨 我已經講過了 我就不講了 現在我講北部的柯文哲 那柯文哲大張旗鼓的 不是說要到美國去訪問 對不對 好 蔡英文表面上面 雖然沒有說 去禁止他去等等 那些這些動作都沒有做 但是柯文哲 他堅持一件事情 他只跟AIT聯絡 他絕對不跟外交部聯絡 那是不是看了本節目 受到的影響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柯文哲去美國之前的大張旗鼓 到了現在被降低規格 那他為什麼會被降低規格 那個綠營媒體 就有很多的報導 說柯文哲如何如何 不 柯文哲之所以被降低規格 跟他自己做的事 還有跟蔡英文有關 你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在選後 在北門會議上叫 蔡英文你把戰犯交出來 對不對 他為什麼敢跟蔡英文講這句話 因為蔡英文的家人當中 有人受了柯文哲的恩惠 我就講到這裡 那蔡英文居然聽柯文哲這樣子講說 你叫沾飯 他們一聲不吭 他只頭低下來 什麼話他都不講 我就講 蔡英文的家人 曾經受過柯文哲的恩惠 那事實說明了一件事情 蔡英文的情收 他知道柯文哲 可能會成為他的對手 但是話也說了回來 蔡英文的家人自己牽涉其中 那這個才是柯文哲 有恃無恐的原因